昨天晚上回来,卫生没搞,也没收拾,就这样洗澡睡了,睡到半夜全身都痒,把我痒醒了 看到没有,全部都是乱糟糟的 我出去之前都是关好门窗的,不知道这些灰尘垃圾是从哪里来的 我要花两天时间把二层跟三层的卫生搞好,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收拾好 这里是二楼,这些就是从佛山搬回来的行李 看这些灰尘,厚的都可以种菜了 看看阳台外面 更加厉害 二楼这里就像一个荒废的房子一样,空在这里,每年搞卫生一点用处都没有 三楼这里的话,这个房间就是我住的,然后旁边这个房间的话就把它清空出来 铺一张床在这里,给月嫂在这里住 然后呢,铺一张床横着,然后这里放一个桌子,可以在这里冲奶 等孩子长大的时候呢,这里就变成一个儿童房了 先吃饭,吃完饭再干活 还好今天有余 音乐想起干活 特别的爱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没有承诺 没有承诺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没有承诺 没有承诺 衣服都湿透了,该扫的扫,该脱的脱了 该整理的也整理好了,被单也洗了 二楼的卫生就先不搞了 等过两天,有空了,慢慢再搞也可以 现在又碰到了一个难题,卡在这里了 奶奶说,那个房间的床 暂时还不能搬进去 不能钉,不能敲,不能锤 也不能装那个床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刚下去搬床的时候就被奶奶阻止了 不知道是信她的,还是信自己的 这个床今天就暂时先不装了 大家给点建议,你们那边有这样的习俗吗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